接著我們看看影片 這影片只是在跟你重述剛才所跟你講的話 叫做福利就是他說 排胎的義重 這個就準備的東西啦 這個磚塊吧 我也不知道 把它包起來 把它包起來 繩子 需要彈簧秤 需要一個水箱 準備裝水 那你就需要水啊 然後就準備要 裝另外沉出來的水 然後秤重量 燒杯是要最後來量還有多少水 剪刀是為了剪東西 那我就知道了 把它包起來 可能是怕那個水滲進去 會有些吸收水的問題 把它綁好 剪斷 然後默入水中 這待會兒要做的事情 物重 2.15公斤 因為這待會兒要用 所以要限制它有多重 0.24公斤 它要裝滿水 因為它要水排開 現在呢 是1.10 所以它減輕了1.35公斤 原來2.45 現在也是減輕1.35 這剛才有裝的水 剛才有裝的水 現在1.59 剛才是0.24 所以減起來就是1.35 就是收的水大概就是一百 1350毫升 就是1.35公斤 所以減這個實驗就證明 所受的浮力 就是它所排開的義重 就是做實驗 跟你證明 東西所受的浮力 就是它所排開的義重 也就是排開議題的體積乘以議題的密度 不要你背著公式 那麼這個東西的層跟浮有一些現象 有些應用 魚 有些魚不是所有的魚 有些魚可以有個魚標 這個魚標就可以有氣體 然後可以讓它變大或變小 變大的時候空氣多 平均密度小 魚就會浮起來 變小的時候空氣少 平均密度高 它就會沈下去 所以靠著魚標的大跟小 可以供它自己的沈跟浮 比如說飛船 潛中的愛氣 你可以潛中氫氣 或氫氣危險會爆掉 所以有掌握著新燈跑的 飛船失勢的事件 所以只要它平均密度底下小 飛船就會浮起來 比如說熱氣球或天燈 天燈在底下燒 燒了以後熱 熱空氣 密度比較小 所以整個平均密度小就會浮起來 熱氣球也是一樣 像有一個噴火的設備 然後讓它的空氣 密度變小 它就會浮起來 OK 那也因此就是這個是 國中沒有交測玩意 高中會提到它就是 氣到你們的太空氣球 然後把它撐到天上 放在儀器去偵測它所需要的資料 然後傳回 讓你可以做一些 收集到天空的狀況 然後幫你做天氣的預測 天氣預測 太空氣球 他們這裡有一個 PHET的 福利的動畫 線上教學網站上也有 線上教學網站上也有 OK 好 現在呢 是 左邊有個五公斤 右邊有個五公斤 然後這個 現在是一千公升的水 丟下去 變成 多了五公斤 五公斤的水就是五公斤 欸 浮體 又是五公斤 這單位的重點 浮體的浮力等於物重 當然會加到它 那麼這個東西呢 五公斤 幾牛頓 四十九牛頓 一公斤重等於九點八牛頓 放下來 還有排開 拿走它 排開 好 多了 排開了二點五公升 減輕了二點五公斤 所以它重量就減輕了 減輕了 減輕一半 減輕一半 這個是我們兩個質量一樣的時候 我們兩個質量一樣的時候 那我們兩個如果體積一樣 體積一樣 但是重量就不一樣嘛 木頭的浮力小 然後木頭下去一樣 它就會排開 兩公升 然後浮力就是兩公斤 剛剛講過 等一下的重點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然後這個 現在這個東西 十公斤 就是幾牛頓呢 九十八牛頓 丟下去 排開五公升 排開五公升 九點八 那就是一半 四十九 所以用這個動畫再次給你寫明 浮力就是排開的易重 排開易體的體積 才易體的密度 然後呢 這個會成的呢 可以看到出來 浮力就是所減輕的 重量 那順便又帶了一個 我等一下要講的重點就是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浮體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這就是我們的 要你曉得的事情 OK 這就是有關於我們跟各位 會談一些 福利的想法跟原理 再度跟各位說明一下 就這樣子